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張圖其實有四個曲線 從科技到產業到個人到政府 你會發覺 用這些所謂的Innovation 科技 改變這個世界的幅度跟時間 都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最大的產值 大家為什麼會感到焦慮 因為個人會感覺到 比你的組織更快的感覺到這個世界的改變 而組織在後面 可能政府是跟在最後面的 所以說這個世界 其實用很多科技來改變這個所謂的 自己的競爭或是這個世界的 其實非常多 而它的改變的曲線就像這樣 我自己本身比較擅長的三個領域 其實就是趨勢創業 就比較像是現在流行的Big Data IoT O2O等等的 那像這張圖其實就是 從一個企業的觀點 從品牌到消費者 你可以看它經過了什麼 Innovation 到Smart Manufacturing 然後到這個物聯上網 到這個Big Data 中間呢 前幾年還在談這個什麼 O2O O加O 到現在已經到AI 到Blockchain 所以其實你會發覺說 只要你的公司 每應用到一個趨勢科技 對於你公司的成長 就是倍數 起跳 那這也是為什麼 大家很迷於這個所謂的新創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新創 應該把它倒過來 就是創新好了 可能會比較精準一點 那我自己本身呢 其實上一次創業 就是把公司賣給了遠傳 那我去年離開 花了一年的時間 籌備我這樣的新公司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快喔 那其實快就是新創最大的特質喔 所以你必須用新科技 用更快的方式 疊代你自己的作品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除了就是 我之前做的是 行動APP 行動商務 行動廣告 行動遊戲等等的 甚至於我在遠傳期間 就是不到 不到兩年的時間 我就從零打造到一個 十億的一個電商 那現在呢 出來以後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 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呢 過去我們在這個世界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過度生產跟過度消費 對吧 比如說我離開了我自己創的公司以後 感覺好像也沒有什麼影響 對不對 可是我在想說 我們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好那就是 今天像我做的這家咖啡機啊 你知道你們想要喝到世界冠軍的咖啡 再也不用全世界到處飛 那回過頭來 一個世界冠軍呢 再也不要到處roll show 就能夠把他的咖啡賣到全世界 像這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存在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好那再來呢 我是非常善用這個所謂的商業模式 跟New Talent 我們常講一個偉大的公司 背後一定有一個偉大的產品 在這個偉大的產品 背後一定要有一個偉大的組織設計跟文化 所以從這個所謂的微軟啊 到這個Google啊 可能是雅虎先嘛 到Google 到Facebook 到現在可能是WeChat 對不對 他們的公司不只是有一個好產品 更重要的是 support這個產品 營運機制的是背後整個methodology 所以這個組織會變得很不一樣 那過去呢 我可能改變了一個叫做 用組織結構的方式來 enhance公司的成長 例如我們的Marketing 不叫Marketing 叫做Social Community 我們的PM不叫PM 我們叫做Curator 那我們整個驅動公司成長的 其實是Data 是一個科技工 是一個科技 所以平均一個200人的電商團隊裡面 我們100個都是技術背景的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過去怎麼樣用這麼快的速度去成長 那這跟後面的布局都很像 那本人呢 戴德公司 雖然離開了 那現在就是叫遠時科技 那已經有10年的歷史 那我們拿過非常多的獎 包含2013年 我們拿到Facebook全球Hack Day的冠軍 打敗19個國家 用數據如何去提升Facebook的廣告成效 那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很好一個里程碑 那當然過程中也就是做了非常多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記得呢 我在離開我自己的公司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電商的版位呢 是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呢 提升了廣告 提升了它的成交率的成效 那最有趣的是 這件事有沒有辦法討論 沒辦法討論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機器幫我們挑的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挑的就比我們好 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透過這個所謂的 那個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呢 它自己演算出一種挑品的邏輯 讓首頁上某一個區塊挑品的時候呢 就比人為的挑品呢 高出了3到5倍的成效 所以說其實我們就開始想說 這個路是越來越對了 那我這一次出來呢 我就想說 我愛喝咖啡 然後做電商呢 現在全部都是價格戰 然後動不動就是200萬樣商品 營業的就是200億 我覺得這個世界 步伐快到讓人家受不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新品牌 叫iDrip 那你知道愛什麼東西 就是用科技來顛覆傳統產業 所以我這次想要顛覆的是手沖咖啡喔 那這個品牌其實 你會發覺我們就不像一般的科技公司 我們做的比較高質感一點 比較有一點品牌的感覺 所以這裡面的i 像不像有很多個innovation在裡面 Cloud AI IoT 這i是不是又很像很多個咖啡師 在這裡面形成一棵大樹 一棵生態圈 那很多人都說 我成立公司的時候很喜歡用i這個字 因為我上一家公司叫HIIIR 那就是一群人在這裡發生美好的事物 所以我又好像真的蠻像i的喔 那那個我用一段影片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在做他能做什麼 用i這個字喔 用i這個字喔 因為我上一家公司叫HIIIR 上一家公司叫HIIIR 那就是一群人在這裡發生美好的事物 對我又 對我又 好像真的蠻像i的喔 好像真的蠻像i的喔 那那個 那我用一段影片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用一段影片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在做 他在 他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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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i這個字喔 用i這個字喔 因為我上一家公司叫HIIIR 上一家公司叫HIIIR 那就是一群人在這裡發生美好的事物 對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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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蠻像i的喔 好像真的蠻像i的喔 那 那個 那 我用一段影片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他在 他在 他能做什麼 他能做什麼 用i這個字喔 因為我上 用i這個字喔 上一家公司叫HIIIR 上一家公司叫HIIIR 那就是一群人 那就是一群人在這裡發生美好的事物 對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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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蠻像i的喔 好像真的蠻像i的喔 那 那個 那 我用一段影片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在 他在 他能做什麼 我們可以用 相同的水溫 水素 水流 以及路徑 的沖泡手法 來還原一杯世界冠軍咖啡 從此以後你就不用到處飛了 好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 待會看到公司那個齒輪非常漂亮 好那 咖啡呢 這個產業很有趣喔 咖啡產業有多大 咖啡產業呢 是僅次於石油的第二大原物料市場 一年有五千億美金 台灣的台積電啊 市值是兩千三百五十億美金 好 所以大家可以Benchmark一下說 其實咖啡產業真的非常大 所以 我意外的踏入這個世界 就發覺 欸這個蠻有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家公司喔 像這個Nespresso Nespresso 市占率呢 大概一一台家用機 就是這個Nespresso 現在是市場最大的喔 欸他們現在市值是兩千五百億美金欸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家美國公司 Curic 也是做這個膠囊機喔 這膠囊機呢 賣出了兩千萬台市場佔有率8% 今年337億美金獨立上市 所以其實 你會發覺欸原來 做一台咖啡機 背後居然有這樣的market 好 那當然不用講說 最近中國很紅的這個Lukin對不對 聽說用一年的時間開了一千家店 形成一隻十億美金的獨角獸 然後Blue Bottle呢 前年年底的時候 用7億美金賣給Nespresso 開了全球那時候是59家店 而這個案例呢 開啟了全世界對於這個 手沖精品咖啡的一個關注 好那接下來這三個月啊 你會發覺 天天都是咖啡界的新聞 那個星巴克的那個 銷售權呢 被這個Nespresso買下來嘛 然後可口可樂買下了Costa 動不動就是幾十億到幾百億美金 所以大概讓大家Benchmark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在這個咖啡的世界裡面 經過了三波的重要革命 第一波革命呢 就是我們小時候的麥斯威爾咖啡 大家記得嗎 就吉隆咖啡對不對 讓你快速的擁有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還不算好 對就是咖啡 可是呢 它創造一個很大的經濟產值 第二波是什麼 像星巴克 雀巢這種膠囊機 它可以讓你在全世界怎麼樣 擁有一杯 就是快速的Expresso 好第三波革命呢 號稱叫做要來自於不同原產地風味的精品咖啡 然後這樣的手沖的淺烘焙 或是中烘焙的這樣的咖啡 可是這三波革命都被世界譽為是最重要的咖啡革命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第三波革命並沒有不明 前兩波都造成非常大的咖啡產值對吧 像星巴克今年的市值是800億美金 可是為什麼第三波沒有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好待會會有一些答案 那台灣又超級愛喝咖啡 你知道嗎 每天可能有60%的人每天喝5杯 然後呢 92%的人呢 說他喝過手沖咖啡 然後呢 他也想喝手沖咖啡 好 這兩個數據加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個問題在 有這麼多人想喝手沖咖啡 可是我們旁邊應該沒什麼人喝手沖咖啡 對吧 欸 有意願 然後大家想要 然後大家台灣又特別愛喝咖啡 可卻沒有那麼多人喝咖啡 所以答案一定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這第三波革命呢 遇到幾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 你們還記得小時候我們有一個真鍋咖啡 現在應該倒的差不多對不對 然後那個師傅啊 在泡這個手沖咖啡上線前啊 都要經過四個月的訓練 那現在年輕人呢 或是說現在的企業呢 沒辦法afford這樣的一個教育訓練 所以我們喝不到好咖啡 這樣的公司也慢慢的就凋零了 然後像台灣還有一個戰爐對不對 對 受過僅存 那因為有錄影我就不講什麼了 那 因為咖啡的品質無法控制 那無法控制的品質 就無法scalable 就無法量產對吧 所以這個第三波革命 就變成是雷聲大 雨點小 再加上什麼呢 這些機械化 或是這些所謂的機制化的咖啡機呢 都是重視外觀 也重視快速的讓你擁有一杯咖啡 可是它並沒有重視它的口感跟味道 好 那再來呢 膠囊還有環保議題對吧 所以現在膠囊也越來越多人 開始摒棄這樣的一個咖啡手法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假設未來咖啡世界 就像紅酒世界一樣 強調原產地的風味 那為什麼沒有一個平台 可以讓我們一戰夠足呢 我們可以在某一個單一平台上 買到各地的豆子 買到各地的風味 所以如果把這些句子 全部倒過來念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solution 首先呢 我們把這個手法全部標準化 利用剛剛這樣的一個 每一道程序的控制 水溫 水素 水流 甚至於還原人的這個路徑 然後每一道program 可以跑六次到七次 形成一個 variety 的複雜參數 可以還原一杯世界冠軍咖啡的時候 我們簽了13個世界冠軍 現在這台機器已經有13個世界冠軍 18種豆子可以讓消費者在全世界喝到 那第二個是我們透過這個 現在這個IoT連結APP跟這個web 那你可以一戰的構築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集聚了這個所謂的消費者 喝的習慣 因為這台機器會上網 所以它可以記錄你喝的習慣 甚至它在過程中跟你互動 知道你喜歡喝偏甜偏酸偏苦 喜歡水果香還是喜歡橡木桶香 藉由這樣的方式來了解消費者 並且在下一次不斷地在進行更深的一個互動 那最後呢其實還是一樣 這個市場呢正在不明 所以你會看到星巴克現在 比較中大型的店 是不是都開始有手沖咖啡吧 未來應該會變成一個標準規 因為人開始在追求什麼 更原始更美好的風味 所以這個我們相信這幾個就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我就結合了這些大師啦 IoT啦 AI啦 O2O等等的各個趨勢呢 集聚一堂然後變成一個iDrip iDrip結合了科技人文跟工藝 因為一開始我就知道一定會有人說 這麼冷冰冰的東西要取代人的手法 這是多麼不道德的事情 可是你想想看喔 我們中間做了一個像駝飛人的東西 我們利用工藝感來克服掉這個所謂 人的味道不見了 你們知道以前在機械革命的時候呢 人用這個所謂的駝飛人的原理 來讓時間不受地心引力的影響 還原的分毫不差 所以一隻手錶可以到兩百萬到一千萬對不對 今天我們用了這麼多的high tech 不管是IoT、Cloud、Big Data 來做出一個世界冠軍的手沖咖啡 那是不是應該要搭配一個這樣的品牌 搭配一個這樣的結構 來表現出它的一個就是 劃時代的一個革命呢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能夠把這個手還原的這個齒輪呢 我們把它誇張化、視覺化、透明化 然後讓它可以在喝這杯咖啡的時候 感受到這一台機器背後那個豐富的人文特質 然後泡一杯咖啡給你 所以它是全世界第一台 擁有駝飛輪結構的咖啡機 然後可以煮一杯好咖啡 那我們的這個專利呢 在全世界已經卡好了 就是那個咖啡的注水頭呢 可以用不同的半徑、不同的繞法 來利用物理原則 來幫你過濾一杯 就是萃取一杯好咖啡 那很多人呢 其實在我們的大概六千七分份的問卷裡面 我們發覺喔 其實消費者其實真正想喝咖啡的場域 其實是在家裡 那當然因為星巴克實在太舒服了 所以我們大家還是 目前都喜歡跑星巴克 可是如果 在家裡可以讓到一個 喝到一杯世界冠軍咖啡呢 也許可能最舒適的還是在自己的家裡 那我們也問了一下大家說 大家覺得一百塊是喝到一杯好咖啡的一個好價格 所以我們呢 就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為每一個世界冠軍 然後推出了這樣一個咖啡包 待會我會示範喔 就是你只要撕開以後 就掛上去 它有一個scanner scan完這個咖啡包以後呢 它就知道該用哪一個手法來煮這杯咖啡 因為這是 咖啡是膠帶的 而這每一包咖啡呢 要出廠前 要變成這樣的一個咖啡包 其實都是要經過合約 這個合約裡面包含 它勾兌這個數據 這個第一道水溫大概多少 悶蒸多少 第二道水溫水素水流怎麼樣 最後那個味道好像有點小差異 再回來矯正某個動作 最後味道一樣 還有要簽一個字 這就是我的味道 我們才可以出一包這樣的咖啡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這過程中有多少的數據 跟多少的經驗要在這裡面 那我們推出了一個就是 四種不同的Grade 1到Grade 4的一個世界冠軍咖啡 好 那我們呢 簽了13個世界冠軍 這裡面包含了什麼 我們今年1月簽下了一個叫Ansky 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軍 我們1月份簽的時候呢 三個月前他拿到了這個世界冠軍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這個咖啡的品味 其實還是有一個很好的獨到之處 那日本的那個柏谷哲 台灣的吳哲林 陳天樂 然後還有Martin 好 那我們在喝這杯 咖啡的同時呢 他會跳出一個Message到你的手機上 告訴你正在喝的這杯咖啡 是什麼原產地 什麼故事 什麼風味 並且進行互動 這樣我才能夠收集數據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這時候回顧一下 現在有沒有任何一台咖啡機 是瞭解它的用戶的 沒有 這就是數據的時代 而有了這個數據之後呢 你才能夠去做很多的 Data的Marketing 那我們的App呢 你會看到說 你可以有一個很精緻的介面 可以去挑 不管是咖啡師 或從原產地 或從風味來挑選 更重要的是 這些東西叫做模組化的分類方式 可是 當加上了Data 加上了AI以後呢 我們可以做很多 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 簡而言之呢 這台機器其實我們在做的 其實不是一個咖啡機 我們在做的是一個 IoT的生態圈平台 我們希望透過這台機器 來做一台線上家用機 打開一個全世界的一個智能咖啡的 手沖家用市場 再利用這些所謂的咖啡機的通路呢 能夠打開一個咖啡界的Amazon 你可以想想看 未來你都可以在我平台上 買到全世界各地的豆子 而且你不需要會自己煮 你也不需要自己會做這些手法 你就透過我們的機器 直接就可以幫你還原 你知道現在的咖啡 是對不對 煮法越來越變態喔 他們強調 那個水要越來越細 時間要越來越滿 所以泡一杯咖啡 最久可以泡到三分半到五分鐘 那你可以想想看 你手要定格喔 然後水流還要控制住 請問一下你一天可以泡幾杯 所以其實很多世界冠軍啊 在我們的推薦影片都講說 那個我會犯錯 他不會犯錯 而且我實在沒有時間 好好的每天都這樣煮咖啡 他可以 好這是不是一個很棒的價值呢 那我們又結合這些世界冠軍大師喔 然後把他的手法 變成 你一個口味的一個核心優勢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說 咖啡豆加了咖啡手法 是不是可以讓一杯咖啡 呈現一個最好的體驗呢 不然怎麼會有所謂的手沖冠軍 所以我想 這是很答案是很正確的 那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再來經營 不管是線下或線下的水的同路 那好吧 上一頁的世界冠軍的鎮言被洗掉了 那我們來聽聽下一個 這個人是誰 這個錄影不能幫我翻譯喔 尤其不能幫我翻成日文喔 你有沒有覺得他很像納豆 他喝完這個咖啡呢 就推薦我們 所以你可以想想說 像這種日本前五大的企業家 其實是用錢沒辦法買通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咖啡真的很好 我待會兒其實會讓大家試喝喔 就看有幾包大家喝到幾杯 我們在整個包裝上面 因為我以前做的是科技又是行銷嘛 所以我們不希望我們再次 被歸類在一個冷冰冰的創新科技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忍住喔 不讓任何媒體採訪 一直到GQ封面故事叫做 世界是否存在一杯完美的咖啡 那我們終於做了第一次的露出喔 就是我們可以把世界冠軍帶到你家 那我們接下來又沉積了一陣子 不想讓人家採訪 一直到商周封面 一杯咖啡的世界大戰 然後我們就開始打開了我們這趟的旅程 那我們的背後其實就是一個 Data Driven的company 剛剛其實講是前面的分享者也有講到說 Data可以怎麼去運用 實際上呢 當你已經不想要喝苦的 我還一直推薦什麼 這個咖啡很好喝你一定要喝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這個很討人厭的sales 對不對 可是當我已經知道 你喜歡的是偏水蜜桃香 然後最好有點奶味 然後呢 那個偽禁呢 希望偏甜 然後苦少一點 當我都已經知道 你偏好這樣的口味的時候 我是不是應該多推薦一下相關的做法 而這些煮法能夠煮出你喜歡的味道 所以我們自己預料 我們三年收集左邊用戶的數據 右邊大師的數據 我們三年應該可以自己做出一個 自己研發的一個口味的世界冠軍喔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同路 我們希望期待自己成為什麼 成為咖啡界的Apple Apple為什麼手機這麼厲害 因為不是它的硬體而已喔 是它的軟體對吧 然後後來有一家公司也做起來叫Android 就Google Android 所以這裡面未來我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咖啡師的手法 跟它所烘出來的豆子 都可以藉由我的平台賣給你們 然後可以讓大家品嘗到一杯好咖啡喔 所以說這是我們的一個願景 那45天前我們辦了一場發表會 然後我們也沒有刻意宣傳 我們就是告訴大家說我們辦了一場發表會 然後現場來了1200人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這次在松菸一號場 我那時候比較胖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吃雷劑水 3 2 1 iDRIV現在和你正式正面 我們分享完產品以後呢 我們這個屏幕打開後面就是一個快閃咖啡機 所以我們希望營造的是一個品牌的Lifestyle 然後也希望藉由這個所謂的科技 Data跟AI的影響 然後讓我們能夠征服世界喔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咖啡機 那現在我們就來演示一下 來作為一個Ending 首先呢消費者再也不用這麼忙忙碌碌的準備各種器材 你看我現在手很忙我都還可以這樣做 我只要撕開以後呢 就有一個咖啡包 這個咖啡包呢 哇 好香喔 實在是 對 我知道你們聞不到 你們只能用聽的 這樣撕開以後呢 其實你只要把它撐開 雖然我很想證明我單手可以玩 大家看到喔 就是我只要把這個咖啡包撐開 你有沒有發覺它是個錐形的 所以其實就跟那個手沖一樣對不對 不是外面那種四方形的喔 再來 你看到這個地方有個溝槽 你只要把這個咖啡 藉由這個溝槽放在這邊 你也必須要很精準 按一下 這樣就好 後面的條碼機讀完以後呢 它已經知道了 所以它現在會從80度加溫加到94度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冠軍呢 的第一道悶針是從94度開始 接下來每一道的溫度 水素 水流都會不一樣 那你會發覺這個地方 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飛輪的旋轉的時候 帶給你的獨特體驗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喔 就是說 當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數據化 影響到一個傳統的咖啡產業的時候 其實整個競爭條件已經完全不一樣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我們能讓一個世界上最好的東西 deliver到全世界 而且我們可以讓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也能夠讓大家喝到 那我還記得喔 就是2013年 有一個台灣科技界的大佬講了一句話 你們年輕人不要再去賣咖啡了 趕快來做電子業 這樣台灣才有競爭力 這時候我覺得很開心喔 我們利用科技結合傳統產業 讓台灣每一個咖啡師 都能夠走向全世界 好 我知道你們看得很乾過癮對不對 所以剛好剩一分鐘 這杯應該可以在一分鐘內煮完 煮完以後我就自己喝掉了嗎 其實待會我們會放在旁邊 放到今天活動結束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品嘗 那當然也是呼籲各位喔 就是 欸 怎麼變兜售大會是不是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支持台灣的新創 而且支持這個偉大的夢想 我們的目標呢 希望五年到六年 做到市值300億美金 成為一個台灣科技獨角獸的一個領頭羊 那在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